拍完夜戏回家,沈昭的书房还亮着灯,我脱下高跟鞋,点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路过,身后突然传来门把手转动的声音,以及男人低沉的问话,考虑好了吗? 他指的是,让我推出娱乐圈,当全职太太这件事,我脚步顿住,回头看他,沈昭是京圈出了名的清冷太子爷,看人时眼神凉薄,不带一丝温度,对我这个未婚妻也不例外,我如芒在背,深吸一口气,好半赏才开口,我不想放弃打拼多年的事业, 哼,画质一半,被男人的吃笑声打断,做艳星也算事业,沈昭的视线,一由所指地扫过我的胸口,大腿,眼底渐渐染上鸡翘,我哑然,长达数十秒的沉默后,他撂下最后一句话,摔门进了客房,不退圈,就退婚,你自己选, 这是我和沈昭订婚后,爆发的第十次争吵,和前九次一样,他勒令我退圈,但我不愿意,我们是青梅竹马,从小在一个院里长大,沈昭对我出奇的好,干净的白衬衫少年,会在我摔倒时,扶住我的腰,躺离,当心, 也会在我被欺负时,挺身而出,明明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还反过来安慰我,不疼,只是看着吓人,我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沈昭的了, 只记得,十七岁那年的盛夏,他将一枚红宝石戒指套上我的无名纸,笑容成澈,唐离,永远不要摘下来,那是沈昭妈妈的遗物,也是他最宝贝的东西,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后,我家破产,欠下巨额债务, 父母跳楼,只有病重的外婆与我相依为命,我需要钱,很多很多钱,我向沈昭求助,可他忙于家族内斗,无暇顾及我,走投无路时,星探递来一张名片,身材这么好,来拍电影吧,赚钱可快了, 我稀里糊涂签了约,进组后才发现,有将近一半的戏份需要穿比基尼,换上戏服,我扭捏得捂住胸口,导演见状,指着我破口大骂,不就是漏勾吗? 又没让你漏别的,收起你那可笑的自尊心吧,还想不想赚钱,爱拍不拍,不拍滚蛋,想到外婆高昂的手术费,我咬咬牙,挪开了手, 这部擦边电影,令我一炮而红,代言,资源,也接踵而来,可有力就有弊,我自此被打上了艳星的标签,无论后来拍多少证据,塑造多少不同类型的角色,观众提起我,仍会笑着调侃, 唐离,他呀,身材真的顶,沈昭似乎很介意这点,他打败同父异母的弟弟,顺利上位后,回来找我,那天,我接了个伤演,结束后,准备离开,一位大富贤贤的老总拦下我, 唐小姐,赔我一碗多少钱,我气到发抖,他却以为我在装傻,怎么,艳星出道,现在开始装纯了,看啊,哪怕我努力七年,哪怕我已经机身一线,还是有人认为我靠身体上位, 我还没来得及发火,那位老总突然被人踹倒在地,一双皮鞋狠狠撵过他的手指,不好意思,我没听清,你想让谁陪,他看清沈昭的脸,呲牙咧嘴的陪笑,甚至跪在地上,给我磕头道歉,闹剧结束后,沈昭冷着一张脸,猛地将我拉到怀里, 炽热的气息,疗过我的耳垂,几年不见,你就是这么糟蹋自己的,我垂下眼, 妈撒着手上的红宝石戒指,突兀地笑出了声,是啊,阿昭,没人帮我,我只能靠自己, 沈昭看了我许久,神情松动,抱我抱得更紧,几乎把我揉进身体里,怪我来晚了, 接下来的事情,水到渠成,但不知为何,即将进行最后一步时,沈昭推开了我, 他望向我的目光,会暗不明,你有没有被弄脏? 那一瞬间,我愣在原地,心酸,委屈,难以置信,如潮水般将我湮灭,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看到我哭,沈昭慌了,他一遍遍地哄我,唐离,对不起,我一时失言, 你别哭了,我看着心疼,我们订婚,好不好,以后你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哽咽着,一句话都说不出,可沈昭不知道,如果没有那个角色, 没有那些片仇,最疼爱我的外婆根本活不到现在, 我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还清债务,他所耻辱的,我的过去,恰恰曾救我于水火, 从回忆里抽身,我敲响客房的门,想做最后一次努力, 沈昭坐在沙发上,闻声抬头,眼中带着志在必得,想通了, 我在对面坐下,刚想开诚不公地聊一聊,就被电话铃声打断, 沈昭看了眼来电显示,将手机倒扣,整个过程不到三秒, 可我还是看清了备注,叶清旭,沈昭的秘书, 我在娱乐圈摸爬滚打的第一年,他遇见了名校毕业的叶清旭, 他帮沈昭夺权,驻他上位,两人并肩作战,关系匪浅, 不接吗?说不定有急事,我提醒他,沈昭却皱了皱眉, 直接掐断电话,还能有什么事,你继续, 我酝酿了几秒,跟他讲那七年间发生的所有事, 我是怎么从十八线机身一线的,刚开始, 沈昭听得很认真,特别认真,但渐渐地, 他开始频频望向手机,终于,当铃声再次响起时, 他站起身打断了我, 唐离,我有事出去一下,你先睡,别等我, 门被大力关上时,我才意识到沈昭走得有多急, 所以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开车跟了上去, 当看到叶清旭穿着比基尼,勾住沈昭的领带时, 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模仿我出道那部电影里的表情,挺娇媚地笑了下, 则,唐离知道你一边嫌弃他做过艳星, 一边又让我扮成他的样子,取悦你吗? 我和他,你更喜欢谁? 沈昭显然很受用,一把搂住他的腰,挑眉轻笑, 当然是你呀,乖乖,那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难不成你在跟他? 瞎想什么?碰他,我嫌脏,得到满意的答案, 叶清旭笑得眉眼弯弯,点起脚尖,吻上他的唇, 两人抱在一起,进了别墅,我站在那,站了两个小时, 含义从四肢开始蔓延,一点一点侵蚀五脏六腑, 订婚半年,沈昭一直没碰过我, 每次异乱情迷,他都主动叫停, 虔诚地吻上我的眉心,去浴室冲早, 我百般勾引,他始终不为所动, 这种事留到新婚业,好不好? 我当时真的信了, 可刚才,他分明为叶清旭破了戒,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在客厅坐了整整一夜, 黎明破晓时,玄关处的门开了, 沈昭大概没想到我在等他, 目光与我撞上时, 愣了好几秒,才回过沈, 他心疼地皱了皱眉, 拦腰抱起我,走进卧室, 怎么不睡觉? 嗯,都说了不用等我, 我嗅到他身上陌生的甜香, 慢慢拂开了他的手, 沈昭,我不退圈, 话音刚落,他好像被气笑了, 二选一,你不退圈就得, 不退圈就得退婚, 沈昭笃定我爱他, 舍不得离开, 你在开玩笑吗? 堂里, 我平静地看着他, 摘下无名纸上的红宝石戒指, 轻轻放到他手心, 退婚吧, 沈昭, 空气凝结片刻, 沈昭的脸色变了, 他眼底情绪猛地一颤, 攥紧戒指的那只手握成了拳, 手背青筋叠起, 你说什么? 我迎上他难以置信的目光, 声音很轻, 却很坚定, 不是让我二选一吗? 我选事业, 从前我家破产, 跌落谷底, 沈昭没有陪在我身边, 我不怪他, 因为我知道, 他那时的处境也很艰难, 可昨晚那句碰他, 我闲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狠狠地插进我的心脏, 让我疼得肝肠寸断, 痛得食骨钻心, 我爱了七年的人, 好像突然之间就不爱我了, 我疲惫地闭了闭眼, 竭力抑制颤抖的声线, 沈昭, 我们到此为止吧, 尾音落下时, 我看见一向冷静自持的沈家太子爷, 突然红了眼眶, 颈尖急突伴随急促的呼吸, 而剧烈起伏,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腕, 声音发紧, 堂里, 你就那么喜欢当艳星, 喜欢到不惜放弃我, 放弃沈太太的位置, 还是说因为我逼你做选择, 你不开心了, 不等我回答, 他动作强硬地将那枚红宝石戒指, 重新套上我的无名纸, 别说气话, 先好好睡一觉, 乖, 等你醒了, 我们再谈, 门被轻轻合上, 我蜷缩了下指尖, 视线落在晶莹剔透的红宝石上, 七年过去, 他依旧光彩夺目, 可赠我戒指的少年, 好像早就死在十七岁那年的夏天了, 桌面上的手机震了两下, 我按下接听键, 耳边传来经纪人山姐的哀嚎, 堂里, 我跟你说, 我们和鼎舍地家的代言合作, 突然被终止了, 还有你正在拍的这部戏, 巨方通知临时换人, 违约金已经打到我卡里了, 那是你今年最重要的工作, 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 我安静听完, 按了一声, 山姐从初到起就带着我, 对我的脾性了如指掌, 瞬间察觉出不对劲, 她顿了一顿, 欲言又止地问, 你是不是和沈总吵架了? 是她受益的? 我苦笑一声, 能在短短十分钟内 拦截我所有的资源, 除了手持多家文娱公司股份的 沈氏集团继承人沈昭, 还能有谁? 山姐, 我深深吐出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轻松些, 我们不是吵架, 是分手, 是退婚, 但很明显, 沈昭并不接受, 挂断电话后, 室内重归寂静, 只有一墙之隔的厨房传来轻微的声响, 我打开房门, 走出卧室, 看见琉璃台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沈昭换了身家居服, 系着围裙, 正在耐心地熬鱼汤, 长袖半晚, 刘海垂落, 趁得他眉眼柔和了几分, 怎么醒了? 余光瞥见, 我在看他, 他抬眸, 唇角轻钩, 正好, 我熬了鱼汤, 尝尝看, 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喝, 他盛了一碗奶白的鱼汤, 递给我, 我眉接, 任由他那不沾阳春水的指尖被此碗烫得通红, 我的代言, 骗约, 是你叫停的, 我开门见山地问他, 不是疑问的语气, 是陈述的语气, 沈昭避而不答, 放下碗, 右手在我眼前轻晃了下, 唐离, 我烫到了, 你不先关心我一下吗? 语气隐约带了几分委屈, 高高在上的沈太子爷第一次下厨, 手背溅了几滴热油, 请客间红了一片, 他像惹主人生气, 摇尾起怜的小狗那般, 轻声愧叹, 看在我受伤的份上, 别跟我闹脾气了, 嗯, 见我沉默, 沈昭似乎以为我消气了, 想过来抱我, 我后退一步, 在他错愕的眼神里, 平静地注视他, 二十六岁的沈昭, 看起来是挺爱我的, 他的金卡从不限额, 随便我刷, 哪怕买了套四合院, 他连眉毛都不戴皱一下的, 有人劝他别把我宠坏了, 他也只是淡笑着回了一句, 挣钱不就是给老婆花的? 前段时间外婆八十大寿, 他推掉了所有应酬, 陪我回苏州给他庆生, 外婆拉着我的手, 悄悄问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 他一边削苹果, 一边帮我抢答, 外婆, 我十七岁就认定他了, 听起来还挺美好的, 对吧? 可背着我呢? 他不仅出轨了叶清旭, 还说我脏, 想到这,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有闹脾气, 沈昭, 我说得很清楚, 解除婚约吧, 最后那句话 好像触碰到了他的逆鳞, 沈昭忽得沉了脸, 笑意尽收, 眸光也愈发阴冷, 我已经放下身段来哄你了, 还要我怎样? 他好像真的气狠了, 可我无动于衷, 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沈昭拿我毫无办法, 只能放柔了语气, 温声哄我, 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退圈的事, 对不对? 我拦截你的资源, 是不想你抛头露面, 如果你真的不想退圈, 可以转坐幕后, 金圈就这么大, 我不希望自己老婆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终于说出来了呀, 谈资, 因为我是艳星出道, 沈昭揉了揉太阳穴, 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可我知道他就是这么想的, 那不是重点, 你乖一些, 我们别把相爱的时间浪费在吵架上, 相爱, 可是沈昭, 你早就背叛我了, 不是吗? 还说什么相爱呀? 我有些嘲弄地笑了下, 突然很想揭穿他的假面, 我都看见了, 对上沈昭茫然的视线,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帮他回忆, 昨晚你说的有事, 是跑去叶清旭家, 跟他接吻吗? 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沉默, 时间仿佛静止, 我试图从沈昭的眼睛里找到什么, 哪怕一丝愧疚都好, 可是没有, 我只捕捉到他眼底一闪而过的仓皇, 或许他已经想起来了, 想起他到底是怎么在叶清旭面前被刺我的, 我和他, 你更喜欢谁? 当然是你呀, 乖乖, 那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难不成你在跟他? 瞎想什么? 碰他, 我嫌脏? 时隔一夜, 再次想起这段对话, 我仍旧像被扼住呼吸, 心中传来窒息般的痛意, 沈昭的脸色一寸寸灰败, 直至惨白, 他艰难地换我的名字, 唐离, 负面情绪铺天盖地朝我压过来, 我眼眶泛酸, 拼命忍着眼泪, 不想让他掉下来, 做错事的人不是我, 背叛的人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哭? 可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 怎么止都止不住, 沈昭还像以前一样, 看到我哭就乱了心神, 盲不迭伸手替我擦眼泪, 我躲开他的触碰, 他被我的动作刺痛, 双唇颤抖, 压着嗓子解释, 唐离, 你听我说, 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 玩玩而已, 我爱的人只有你, 真的, 我马上打发他走, 你别生气, 原谅我一次, 好不好? 我从没在沈昭眼底 瞧见过这样的慌张与无措, 莫弟笑出了声, 原谅? 听到这两个字, 沈昭那宛若一潭死水的眼睛 忽然亮起星星点点的光, 他以为我会原谅他, 多么可笑, 我原谅你, 然后和好之后, 不断猜忌去加班或者应酬的你, 下一秒会不会出现在别人的床上? 还是整天疑神疑鬼, 患得患失, 痛苦地回忆你背地里是怎么说我脏的? 我冷冷地看着他, 泪水慢慢溢出眼眶, 沈昭, 你知道吗? 背叛者, 永远不配被原谅, 他差点站都站不稳, 像是失了魂一样, 一句反驳都说不出口, 只喃喃叫着我的名字, 一声接一声, 气息不稳, 到最后,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要诉说对我的爱吗? 还是继续声泪俱下地求我原谅? 我没再看他, 摘下戒指, 放在琉璃台上, 转身就走, 沈昭几步追来, 从背后拥住我, 下巴抵住我的肩膀, 嗓子里露出几声乌液, 唐离, 你要去哪? 再生气, 也别离开我, 别对我这么绝情,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用力挣脱他的怀抱, 一步步后退, 直到门打开, 他想抓住我的手, 却只握住一团虚无的空气, 我红着眼眶看他, 挤出一个难看的笑, 沈昭, 我不脏, 可是, 你好脏啊, 他将在原地, 再不敢上前半步, 沈昭, 你在害怕吗? 高高在上的你, 也会害怕我的离开吗? 可先放手的人, 明明是你啊, 半小时后,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子, 山姐和小助理蹲在门口, 显然已经等了我很久, 李姐, 你, 你还好吗? 饿不饿,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小笼包, 助理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下意识说自己没事, 却在三次输入门锁密码失败后, 崩溃大哭, 满脑子都是临走前, 沈昭对我说过的话, 唐离, 离开我, 你只会更寸步难行, 我脚步没停, 连头都没回, 她站在玄关处, 猛地踹了一脚门, 说我的心可真狠, 我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曾经那么相爱的我们, 怎么就走到了相看两眼的地步, 山姐蹲下身子, 心疼地抱住我, 没事, 堂离, 我们不哭, 离开一个烂人, 及时止损, 应该高兴才对, 小助理掏出纸巾, 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眼泪, 安慰我时自己也带了哭腔, 看着他们一份填膺, 为我打抱不平的模样, 我的心间忽然腾起一股暖意, 女孩子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 我擦干眼泪, 破涕为笑, 那晚, 他们陪我一醉方休, 畅谈至天明, 淤堵的情绪被尽数释放, 我举起一只香槟, 和山姐摇摇相碰, 一饮而尽后, 她朝我笑, 唐离, 这杯, 静心声, 我的眼泪差点又掉下来, 最初那几年, 我们过得很艰难, 娱乐圈分三六九等, 像我这种擦边出道的, 想拿到好剧本, 好角色, 难如登天, 山姐的胃就是那个时候喝坏的, 我始终记得, 她为了帮我争取电影《小梨窝》, 喝得连路都走不直, 还不忘把我推到导演面前, 这是我们家唐离, 人看着轻瘦, 其实很能吃苦的, 寒冬腊月泡在池水里, 没抱怨过一句, 吊威亚摔下来, 没喊过一声疼, 您看看她吧, 小姑娘真的特别努力, 她拦着导演不让走, 还夸了我一箩筐, 导演被气笑了, 无奈之下, 给了我一次试镜机会, 后来这个角色, 真的落到了我头上, 票房破译那天, 山姐也像今天这样, 笑着与我共举杯, 唐离要一直一直走花路啊, 可现在因为沈昭, 我的花路好像快走到头了,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山姐站在落地窗前, 揽过我的肩膀, 继续工作, 还是休息一段时间, 我眨了眨眼, 将视线移向窗外, 夜凉如水, 白日喧闹繁华的北京城, 此刻归于完全的黑季, 只剩零星的灯火坚守原位, 照着三三凉凉晚归的旅人, 默默指引回家的路, 我沉吟片刻, 轻声说, 山姐, 我想回苏州看看外婆, 三月的江南, 落了场春雨, 青砖带瓦被隐隐绰绰地 笼罩在阴晕雾气之中, 我撑了把油纸伞, 路过外婆家巷口时, 几句议论声飘进我的耳朵, 哎, 你听说了没, 姜亭明天要来这拍戏, 哈, 真假的, 这地方这么偏, 真的呀, 还是她跟导演提议的呢, 我脚步一顿, 片刻后, 又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外婆并不知道我回家, 小老太太躺在摇衣里小气, 却在我踏入院子的那一刻, 似有感应般睁开眼, 她先是愣了下, 然后开心地像个孩子, 跌跌撞撞地跑出来接我, 哎哟, 我的小宝, 怎么突然回家了呀, 七年前, 外婆做过心脏搭桥手术, 医生叮嘱她不要生气, 更不可以剧烈运动, 我慌忙迎上去, 笑吟吟挽住她的手臂, 想吃外婆做的酱汁肉了, 她刮了刮我的鼻尖, 笑话我是只小蝉猫, 又往我身后看了好几眼, 沈昭呢, 这次没陪你来, 听见这个名字, 我鼻腔一酸,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其实我本来不想告诉外婆的, 可自从爸妈去世后, 外婆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怎么忍心瞒着她, 于是我扑进外婆怀里, 任由眼泪肆意滑落, 外婆, 我和她分开了, 原本以为小老太太会问我来龙去脉, 或者旁敲侧击地问一下理由, 但都没有, 她只是温柔地看着我, 替我挽起耳边的碎法, 小宝座任何决定, 外婆都会无条件支持, 那一瞬间, 我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外婆? 我真的, 好爱好爱她呀! 晚上, 我像小时候那样, 躺在外婆身边, 她轻轻拍着我的背, 哄我入睡, 四日醒来, 春雨出歇, 我推开门, 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男人长身鹤唳, 站在不远处的白梨树下, 隔着朦胧沉雾, 看不清神色, 风卷斜梨花的沁香, 在树旁, 只为悠悠飘荡, 带我走近, 她朝我扬了扬眉, 我挣了一瞬, 率先开口打招呼, 好久不见, 姜亭, 她没说话, 只沉默地看着我, 就好像五年前, 我们合作的那部电影《杀青》, 姜亭在梨树下向我表白, 却被我拒绝时那么沉默, 当时的局面并不好看, 以至于过去五年里, 姜亭每次在活动现场与我相遇, 都会率先移开目光, 想到这, 我垂下眼, 有些懊恼跟她打招呼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尴尬地笑了笑, 正想转身离开, 剧烈的手机震动声突然响起, 横跟在我们之间, 喂, 亭哥, 你说出去见个人, 快两小时了, 怎么还不回来, 马上开拍了, 还没来得及迈出的步子, 看看收住, 见人, 姜亭要见的人, 是我吗? 我正胡思乱想, 听筒那边继续传出姜亭助理的碎碎念, 而她本人却半点都不急, 明明比我高出一个头, 明明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我, 却俯了点身子, 让视线与我齐平, 她缓缓开口, 声音仍如记忆里那般好听, 聊心入骨, 又隐匿着轻微笑意, 好久不见, 小梨窝, 好久不见, 到底是有多久呢? 初遇姜亭, 是在小梨窝的视镜现场, 那时的她, 已经停介几部热播剧, 成功躋身流量头部, 是导演亲定的男主人选, 而我艳星出身, 风平不好, 并不在女主的选角范畴内, 让我来视镜, 只是走个过场, 我刚站定, 第一句台词还没说出口, 就被副导喊停, 则, 唐小姐, 我们要找的女主是清纯类型, 你, 某些地方太突出了, 并不合适, 懂吧? 说完, 她不怀好意地咳了一声, 周围人也跟着吃笑, 我愣在原地, 死死攥住裙边, 战红了脸, 其实, 类似情形,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少, 但我不可以不高兴, 否则, 删解以后为我争取资源, 只会更加艰难, 西洛声还回荡在耳边, 忽然有一道轻烈的男声插进来, 好像吗? 姜亭站在门口, 指尖加了根烟, 冷冷扫失全场, 目光最终定格在那位副导身上, 你被开除了, 对方明显不服气, 拔高音量质问, 导演还没发话呢, 你一个演员, 有什么资格开除我?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导演脸色发白, 姜亭掐了烟, 懒懒抬眸, 眯眼轻看他, 不好意思啊, 这件事还真是我说了算, 毕竟江景年是我爸, 我记得江景年是这部电影的最大投资商, 于他而言, 剧组人员调动不过一句话的是, 傅导灯时傻了, 被强行赶出去时, 还不住地跟我道歉, 希望我能帮他求情, 但我没有, 我又不是圣母, 这段小插曲过后, 江亭和导演坐在台下, 神情专注地看我表演, 小梨窝的女主是个清纯女大学生, 因被拐卖身陷风月场所, 却遇到了救赎她的江先生, 我花了三个月揣摩人物心理, 思考每一句台词是什么语气, 微表情是什么样的, 没人知道短短十分钟的戏, 我曾私下演练过无数遍, 所以当导演喊咖的时候, 我还沉浸在角色当中, 眼角挂了一滴泪, 江亭绅士地递来纸巾, 认真点评了一句, 演技不错,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好像在她眼里看到了欣赏两个字, 合约是当场签订的, 我激动地躲进楼梯间, 给山姐打电话报喜, 出来时, 才发现外面站了个人, 江亭插着兜, 靠在墙边, 嘴里咬着一根烟, 大概是烟瘾饭了, 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抽烟, 却听见有人在里面, 就没进去, 我礼貌地朝她笑了笑, 正准备擦肩而过, 江亭微微偏头, 叫住了我, 我回头看她, 她却忽然沉默了, 那双漆黑的眼睛, 像海面上雾气散尽后的那一轮圆月, 明亮又遥不可及, 两久, 我才听见她很轻很轻的声音, 恭喜, 我的女主角, 印象里, 江亭并不是爱管闲事的人, 那次却破天荒, 为我解了围, 进组后, 我问过她理由, 午后的阳光落进休息室, 江亭站在窗边研读剧本, 连眼皮都眉掀一下, 平平淡淡地反问我, 穿泳装而已, 这是什么值得污名化的事吗? 嗯, 我没料到她会如此直白, 一时正住, 江亭没等到我的回答, 轻巧地合上剧本, 朝我走来, 我和她对视了一两秒, 她勾了勾唇, 女性在镜头前穿什么衣服, 是她们的自由, 而且这个圈子乌烟瘴气, 多的是男人搞一夜情, 出轨, 为什么没人指责她们, 却对拍了一部电影的女性那么苛刻, 江亭认认真真地看我, 抬手轻轻揉了下我的脑袋, 所以啊, 小梨窝, 以后再听见那些闲言碎语, 对回去, 别怕, 我给你撑腰, 我在自己的心跳声中, 听见她的声音, 如日光下波光淋淋的湖面, 清澈而干净, 那个下午, 明明天气晴好, 我的眼前, 却一片雾蒙蒙, 直到江亭离开, 眼泪止不住地砸在剧本上, 我才意识到, 那几句话, 与我而言, 又何尝不是旧熟, 临近杀青, 媒体入住采访, 剧组安排了主演 护送离别礼物的环节, 我准备了一瓶香水, 宝格丽滤精, 暴雨前的梨花掉, 干净清新, 江亭抬手接过, 薄唇勾起好看的弧度, 谢谢, 我很喜欢, 主持人在一旁活跃气氛, 半开玩笑地问, 只要是小梨窝送的, 江先生是不是都喜欢呢? 这话问得精妙, 在场的人都听出不止一层意思, 我看见江亭的助理, 我看见江亭的助理朝他疯狂笔手势, 让他跳过这个话题, 可江亭视而不见, 轻笑了一声, 毫不避讳地承认, 当然, 因为他值得, 他说完这句话, 只肩露下一条精致的项链, 为我戴上时, 手臂上的纹身更清晰地暴露在我眼前, 也暴露在镜头下, 那是一朵小小的五半梨花, 我心间猛地一颤, 好像有什么东西即将呼之欲出, 采访是现场直播, 等录制结束时, 我和江亭的名字已经冲到热搜第一, 网友磕生磕死, 价值五千万的定制项链, 姜亭你小子, 别太爱了, 有谁注意到姜亭手上的纹身, 是梨花爱, 他俩不会暗戳戳来真的吧, 那晚, 我久违地接到一通电话, 沈昭的声音, 就这么猝不及防地, 落在了我耳边, 他似乎喝醉了, 说话含糊不清, 唐离, 再等等我好不好, 等我继承家业, 马上回来找你, 求你别跟他在一起, 没人比我更爱你了, 那时候的我, 真的很喜欢沈昭啊, 所以, 我毫不犹豫地说, 好, 后来, 我真的躲了姜亭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沙青那天, 剧组聚餐结束, 我从饭店出来, 在路边的梨树下等车, 准备夺我到什么时候, 姜亭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了我身后, 暮色模糊了他的侧脸, 天边的火烧云, 慢慢烧红了他的耳尖, 你不会看不出来, 我喜欢你, 我愣住了, 我以为逃避就是答案, 可偏偏这个人不死心, 又朝我打了刺直球, 姜亭望向我的目光太过热烈, 我不敢看他, 躲躲闪闪地移开目光, 我当时是怎么拒绝他来着, 哦, 我说, 姜亭, 你可能还没出戏, 从静祖开始, 他对我的称呼, 一直是小梨窝, 而小梨窝, 是电影里男主对女主的爱称, 他喜欢的人, 究竟是女主小梨窝, 还是我堂里, 我分辨不清, 也不想去弄清, 姜亭张了张唇, 似乎想反驳, 却在看见我空无一物的脖梗后, 陡然愣住, 我从包里取出项链, 还给他, 连夜戴上的红宝石戒指, 瞬间刺红了他的眼, 那天傍晚, 姜亭沉默地看了我很久, 分别前, 挺落寞地笑了声, 好, 就当我没出戏吧, 然后整整五年, 我们再无交集, 唯一一次互动, 是沈昭和我订婚的消息上的热搜, 姜亭默默点了个赞, 又私下给我发了祝福, 要幸福啊, 小黎窝, 我回了两个字, 谢谢, 这次, 姜亭的确是特意来见我的, 她正在拍的这部电影, 女主代资进组, 演技烂到抠角, 剧组上下任无可忍, 于是, 她向导演推荐了我, 我垂下眸, 有点犹豫, 今天原本要陪外婆赶集, 买菜, 她答应了我, 要给我做酱汁肉, 拒绝的话还未说出口, 余光瞥见小老太太跨着竹篮, 从堂屋走出来, 一副笑咪咪的慈祥模样, 去吧, 小宝, 外婆年纪大了, 你工作又忙, 不常回家, 多拍点戏, 这样外婆想你了, 一打开电视, 就能见到你了, 对不对? 我心潮翻腾, 宛如平静的心壶中, 投入了一枚石子, 泛起丝丝连衣, 早去早回哦, 大片大片的梨花落下, 小老太太步履盘跚地走出院子, 朝我挥了挥手, 外婆做好酱汁肉, 在家等小宝, 我再无顾虑, 跟着江亭去了拍摄现场, 试戏, 定庄,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准备签约时, 忽然有人推门而入, 抽走了我手中的笔, 堂礼, 别闹了, 跟我回家, 不过两天没见而已, 沈昭憔悴了许多, 眼底透出若有若无的血丝, 像是潜藏着一份不可言喻的痛苦, 我微微一笑, 仰头看他, 沈总, 如果您没得老年痴呆的话, 应该记得我们已经分手了, 沈昭神情一将, 与之相反的, 是跟在他身后的夜清绪, 女人脸上的喜悦难以自意, 望向我的目光, 全是洋洋得意, 大概是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上位了吧, 可是下一秒, 沈昭打碎了他的幻想, 分手是你单方面提的, 我不同意, 堂礼, 真的, 还挺无赖的, 夜清绪的笑容将在唇角, 我无比清晰地捕捉到他眼底一闪而过的嫉恨, 沈昭和导演说了声抱歉, 不由分说地拽着我的手臂, 往外走, 似乎是怕我挣扎反抗, 他用了很大的力气, 疼得我醋了醋眉, 沈昭, 你放开, 你弄疼我了, 他充耳不闻, 直到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按住他的肩膀, 江婷把我护在身后, 面色阴沉地盯着他, 他让你放手, 你聋了, 沈昭有一瞬间的错愕, 目光在我和江婷身上来回打了个圈, 忽然吃笑了一声, 怎么, 都五年了, 你还喜欢他呀? 他轻蔑地勾起嘴角, 以胜利者的姿态反问, 我该怎么称呼你, 江少, 还是, 当年的手下败将, 空气静得可怕, 心脏猛的震战,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江婷垂落身侧的手紧攥成了拳头, 筋脉发白, 过了好半场, 我才听见她的回应, 低雅, 却费地有声, 你赢了, 可你珍惜过吗? 答案, 清楚的不能再清楚, 沈昭抿了敏唇, 不致一词, 他朝我伸出手, 掌心静静地躺着那枚红宝石戒指, 讨好似的对我笑, 唐离, 过来, 我向你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那个笑容太澄澈了, 我一瞬间有些恍惚, 仿佛看见十七岁的沈昭在对我笑, 那时她的眼里只有我, 可我清楚地知道她变了, 她不是我的阿昭, 我颤了一下眼睫, 压平内心翻滚的情绪, 平和地朝她笑, 这样的保证我不需要, 我说过了, 沈昭, 我不会原谅你, 也从不走回头路, 我说到做到, 沈昭的脸白得不像话, 瞬间血色尽湿, 我别过视线, 没再看她, 静止离开, 手腕被牢牢攥住, 我转过身, 沈昭赤红着眼, 执拗地与我对视, 唇角慢慢勾起讥讽的弧度, 一打照片, 铺天盖地地朝我砸过来, 纷纷扬扬地, 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雪, 我站在那, 耳边嗡嗡作响, 看见沈昭的唇吸洞, 好像说了几句话, 紧接着, 江婷狠狠给了她一拳, 两人扭打在一起, 场面混乱不堪, 直到所有照片落地, 我颤抖着手去捡, 理智慢慢回拢, 女人的尖叫声, 男人的低咒声, 几乎刺破我的耳膜, 我听见沈昭说, 那你呢, 唐里, 为了争取角色, 你跟过多少男人, 我不过出轨一次, 你就捏住不放, 装什么呢? 十三,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我浑身都在抖, 等回过神的时候, 我已经在江婷的车上了, 他嘴角带了青子的伤痕, 手背也擦破了皮, 浸出骇人的血珠, 明明伤口疼得要命, 还小心翼翼地 给我盖了条毯子, 我想起临走前, 沈昭居高临下, 抛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唐里, 你看, 我们一样脏, 我痛苦地捂住脑袋, 口袋里的手机疯狂震动, 关联我名字的词条, 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 警号唐里, 宴兆门, 警号, 警号唐里, 背后的金主, 警号, 警号唐里, 七年上位时, 警号, 配图没有打码, 全是我蹲在地上, 浑浑噩噩地捡那些照片时, 被有心人拍下的, 网友放大了那些照片, 与我出道那部电影里的剧照进行比对, 最后发现, 胸前红质的位置一模一样, 不过十分钟, 评论区涌入上千万条不堪入目的词汇, 众口说惊, 但他们从未细想过, 那颗红质并不在什么隐私部位, 只要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 可营销号怎么会在意事情的真相呢, 他们只在乎热度, 只在乎高高在上的女明星能否从神坛跌落, 我惨然一笑, 整个人蜷缩在后排, 眼泪源源不断地流下来, 一只伤痕累累的手从前排地来纸巾, 我没接, 拽住她的袖子, 艰难地张了张唇, 不是我, 照片里的人不是我, 姜亭一秒都没有犹豫, 反握住我的手, 我知道,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身上, 她眼底的坚定与真诚, 像极了五年前, 在休息室, 姜亭曾一字一句地告诉我, 穿比基尼并不是一件值得污名化的事, 而现如今, 她一边用指腹抹掉我的眼泪, 一边轻声哄我, 我相信你, 别哭了, 好不好, 振作点, 我陪你去报警, 我保存了关于艳兆门事件所有造谣者的ID, 视频播放量, 转发量, 点赞量等相关截图或录屏, 一并提交给警方, 他们说, 立案后, 需要时间调查取证, 走出警局, 我给山姐回了通电话, 她安慰我, 唐离, 别怕, 公司已经封锁了照片, 还给几个闹腾的营销号发了律师函, 这几天, 我就住在某博, 看谁敢传播, 发一个, 我举报一个, 姜亭很有分寸感地退至一旁, 已在车头, 安静地看着我, 半晌, 似乎想到什么, 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拧着眉, 敲下几个字, 我的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亮起, 姜亭转发了五分钟前我挂在某博主页上的立案声明, 一个从不发博的人, 第一条动态竟是关于我的, 六个字言简一概, 造谣适可而止, 她是第一个为我发声的人, 姜亭的粉丝爱乌吉乌, 积极地在我评论区站岗, 空庭, 舆论风向有好转的趋势, 但很快, 大批量的水军涌入, 幕后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他们, 是要把我定死在耻辱柱上, 提及我的名字却目光愿赌, 唐里, 我跟她不熟, 隐隐约约听说, 她生活作风挺迷烂的, 阿昭以前很喜欢她, 可谁能想到, 她会背叛她呢? 她抬手捋过耳边的长发, 露出无名纸上的红宝石戒指, 想宣战, 又想示威, 忽然有人抽走了我的手机, 我抬起头, 姜亭的眼底倒映出一张惨白的脸, 别看了, 送你回家吃饭? 嗯, 对, 外婆还在家等我, 折腾这么久, 夜幕早已降临, 小老太太肯定等极了, 我归心似箭, 却在巷口遇到了邻居奶奶, 她慌慌张张地朝我跑来, 我的内心忽然生起一种不好的预感, 你外婆心脏病犯了? 十四, 我疯了事地冲回家, 看到外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邻居奶奶说, 外婆跟她闲聊时, 刷到了我的新闻, 情绪激动地给沈昭打电话, 对面不知说了什么, 刺激外婆犯了病, 救护车来得很快, 但随行的医生表情都很凝重, 我连问都不敢问一句, 生怕听到不好的答案, 抵达医院时, 我双腿发软, 下车踉践了一下, 整个人跪倒在地, 我没跟上外婆, 眼睁睁看着她被推进急诊抢救时, 姜亭兰腰抱起我, 将我放在家属等待区的椅子上, 我们出来的匆忙, 都没戴口罩, 医院来来往往的人举着手机, 在拍照, 估计很快就会冲上热搜, 可我实在没精力去管他们了, 冷汗尽湿后背, 我的脑子里只充斥着一个念头, 让外婆活下去, 只要她能平安, 我什么都可以交换, 我捂着脸, 把头埋在臂弯里, 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动, 直到有人在我旁边坐下, 我抬起头, 才发现围观的人群 已经全部被请走了, 我捏如着唇, 说, 姜婷, 我好怕, 她温暖干燥的手掌附上我的, 可我明显感觉到, 她也在颤抖, 回应我的, 是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 我在这里, 别怕, 我的头越来越低, 自顾自地往下说, 都怪我, 我应该早点回去的, 我早该想到, 外婆会去质问沈昭, 她那么疼我, 看到新闻肯定很生气, 等等, 沈昭, 她到底, 都跟外婆, 说了些什么, 我手忙脚乱地翻出手机, 电话还没来得及拨出去, 走廊尽头, 想起一道沙哑的男声, 堂里, 看到这个罪魁祸首, 我猛地冲过去, 朝着她的脸, 狠狠扇了一耳光, 沈昭被我打得偏过头去, 舌尖顶了顶腮帮, 却半点脾气都没有, 她眉目低垂, 满眼歉疚地跟我道歉, 电话, 不是我接的, 我那时在开会, 所以是谁, 她没有回答, 我冷笑一声, 又抽了她一巴掌, 堂里, 我真的不知情, 刚才看见你在医院的热搜, 我急坏了, 赶来的路上, 我查了通话记录, 才知道外婆给我打过电话, 你别着急, 外婆一定急人自有天象, 说完, 她想抱抱我, 却被我一把推开, 我后退了几步, 靠在墙壁上, 口袋里的手机突然, 猛地震动了几十下, 我看见密密麻麻的白色对话框, 叶清旭给我发了很多短信, 她问我, 沈昭是不是来找我了, 得不到回应, 她又发疯似的, 求我离沈昭远一点, 她说, 她为沈昭付出了七年的青春, 陪她从一无所有到大权在握, 她才是最有资格当沈太太的人, 她说, 其实我才是那个第三者, 因为沈昭认识她的第一年, 就跟她发生了关系, 虽然是醉酒, 虽然她嘴里还叫着我的名字, 她又说, 他们在一起第二年的时候, 我和江婷的绯闻上了热搜, 那晚沈昭给我打完电话, 其实睡在她的床上, 她还说, 沈昭对女人有洁癖, 所以我得识相点, 滚得远远的, 她真的说了好多好多, 我捏紧了手机, 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揉了一把, 好像快碎掉了, 原来她们那么早就开始纠缠不清了, 我真是傻呀, 傻到那七年, 竟然一直喜欢她, 傻到对此一无所知, 可是,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告诉我真相, 我外婆还在里面抢救, 为什么要那么残忍, 在亲人生死一线的同时, 又将过去爱情的匕首再次捅向我, 那一刻, 我真的觉得自己快崩溃了, 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恨过沈昭, 哪怕她出轨, 哪怕她误会我不干净, 我都只想离开她, 可是现在, 我恨她, 于是我走过去, 狠狠地将手机砸到她头上, 她的额头流血了, 瞄了一眼屏幕后, 惊慌失措的眼里, 又多了一分绝望之色, 你和你的小三, 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 沈昭, 是, 我承认我傻, 我好骗, 你一句喜欢, 我心甘情愿爱了你七年, 可我现在真的不喜欢你了, 我不要你了, 我揪着她的衣领, 歇斯底里, 所以拜托你们, 滚出我的世界, 行不行啊, 沈昭仁由我发泄情绪, 神情悲痛, 什么也没说, 最后, 是江婷从背后抱住了我, 她不停地安抚我, 直到抢救式的灯熄灭, 医生走出来, 摘下口罩, 跟我说话, 可我听不见, 我只看到了外婆, 小老太太被推出来的时候, 脸上盖了块白色的布, 小时候, 外婆告诉我, 人死后会变成星星, 照亮家人前行的道路, 她把我搂在怀里, 指着天上最亮的两颗星, 跟我说, 那是爸爸妈妈, 那段时间, 我总是脆弱地掉眼泪, 她就朝我笑, 不哭不哭, 小宝还有外婆呢, 外婆会一辈子陪在小宝身边, 只是我没想到, 一辈子竟然短到只有七年,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亲人, 爱人, 什么都没了, 处理好外婆的身后事, 我终于赶在他族那个小院, 离乡满事, 堂屋餐桌上摆满了菜, 有我爱喝的鱼汤, 也有我点名想吃的酱汁肉, 我如行尸走肉般坐下, 夹起一块肉, 就往嘴里塞, 姜婷这两天一直不放心我, 跟剧组请了假, 常常是我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 她劈手夺下我的筷子, 说, 已经馊了, 别吃, 目光触及我通红的眼时, 将尾音尽数吞了回去, 我颓丧地盯着她, 片刻后, 为礼翻江倒海, 扶着垃圾桶吐了出来, 她蹲在我旁边, 耐心地给我拍背, 要是想哭, 就哭吧, 从接受外婆去世, 到独自看她被火化, 我都表现得非常平静, 可现在听到这句话, 我还是瞬间溃不成军, 那天, 我近乎失态地抱住姜婷的胳膊, 眼泪鼻涕蹭了她一身, 哭泪了, 就倒在她怀里, 一双手稳稳拖着我的腰, 将我放到床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外婆, 小老太太笑吟吟地跟我说, 她会保佑我的, 果然醒来的时候, 警方就出了正式的通报, 蓝底白字写明, 经刑侦技术鉴定, 那些所谓的验照, 有人工合成痕迹, 照片里的人, 根本不是我, 他们调取了事发当天剧组走廊的监控, 锁定了拍照爆料的那个人, 然后顺藤摸瓜, 摸到了叶清旭, 再顺着她一路往下查, 终于揪出了幕后黑手, 我被叫去警局确认结案, 正好和她擦肩而过, 我认出了她, 是半年前, 问我多少钱一晚却被沈昭逼着 给我磕头认错的老总, 她失了面子, 对我怀恨在心, 让人用连技术给我做了一套图, 本来想给我造黄瑶, 败坏一下我的名声, 可叶清旭听说后, 高价买断了那些照片, 然后转交给了沈昭, 故意引导她, 让她相信照片上的人是我, 至此真相大白, 所有转发, 传播过照片的营销号, 网友, 全部被请去喝茶, 我踏出警局的那一刻, 门外围了多家媒体记者, 无数话筒递到我嘴边, 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抛过来, 江婷率先为你发声, 请问你们私下是什么关系呢? 沈总的秘书对你栽赃陷害, 你们以前是否有过节? 既然艳照纯属乌龙, 那么你会和沈总再续前缘吗? 我朝镜头笑了笑, 只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 不会, 被山姐护送上车时, 我拉下车窗, 看见了不远处的沈昭, 她神情疲惫又脆弱, 听到我的答案后, 干涩的眼眶晃动着几分精亮, 她似乎有话想说, 但最终都没有说出口, 车子发动, 我没再回头, 三天后, 我正式禁足, 山姐面路担忧, 问我, 真的不再休息一段时间, 我明白她的意思, 外婆去世不久, 我又刚刚经历了一场网报, 才洗白脱身, 就进入高强度的工作, 她怕我吃不消, 我想起她以前跟我说过的话, 敏唇一笑, 不休息了, 我要一直一直走花路, 这样才对得起她前几年的辛苦付出, 电影《取景地》在古镇, 我在那住了大半个月, 忽然收到一封很长的手写信, 是沈昭寄来的, 她前不久, 匆忙赶回北京城, 听说叶清旭被她抛弃后, 转头勾搭上了她同父异母的弟弟, 双方争公司股份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这种情况下, 她居然还有闲心给我写信, 下午, 我没有排信, 小助理帮我租了条乌棚船, 游湖赏景, 我坐在船头, 慢悠悠地拆开信封, 里面的字迹虽然练了很多遍, 但还是像狗爬一样, 堂礼, 斩信家, 不知你还愿不愿意拆开这封信, 也许你听到我的名字就很厌恶吧, 可我还是想替自己辩解几句, 你不要嫌我烦, 好不好, 让我想想, 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你记不记得, 十七岁那年, 我给你戴上妈妈留给未来儿媳的戒指, 也许你不相信, 但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 可是后来怎么就变了呢, 你家破产那段时间, 那个女人带着她的私生子回国, 跟我争家产, 我爸偏心, 想把股份转给他们, 可我不甘心, 审视明明是靠我妈才有的今天, 他们没资格碰一分一毫, 你进娱乐圈打拼后, 我遇到了叶清旭, 她工作能力真的很强, 很快帮我迎来了董事会的支持, 把那个私生子赶出公司后, 我带她去庆祝, 我喝多了酒, 才会把她当成你, 唐离, 你不知道, 我每天都在想你, 想你想得快疯了, 尤其看到你和别的男人传绯闻, 上热搜, 我又把自己灌得烂醉, 我真的很想立刻把你接回来, 可是不行, 我手里的股份远不及我爸的一半, 他动动手指, 就能把我们赶出北京, 做低伏小五年, 终于等到他病重那一天, 彻底掌权后, 我第一时间就回来找你了, 我明明应该很高兴才对, 可来的路上, 我听见几个男人在议论你的身材, 那一瞬间, 我真的气疯了,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生根发芽, 所以夜清旭给我看那些照片时, 我几乎立马就信以为真, 逼你退圈, 是想把你藏在家里, 好好保护, 可命运总是会捉弄人, 你发现了我的背叛, 你离开我的那两天, 我到处找你, 见不到你, 我心都碎了, 我带那些照片来找你, 是想好好和你好好谈谈, 我以为我背叛你, 你也背叛我, 我们大可以扯平, 忘掉, 然后重新在一起, 但是你好像不要我了, 我没想到会有人偷拍那些照片, 甚至爆料, 公司股价大跌, 董事会逼我在你和股份之间选一个, 对不起啊, 唐离, 26的神招, 真的很混蛋, 可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知错了, 回北京后, 我恢复了叶清旭和外婆的那通电话, 还提交给了警方, 可叶清旭一口咬定, 不知道外婆有心脏病, 警察暂时拿她毫无办法, 但是你放心, 我会替外婆报仇的, 唐离, 我知道你恨我, 可我仍像十七岁时那样, 热烈地爱着你, 三月的阳光, 春光明媚, 我想了想, 还是给沈钊打了一通电话, 对面几乎秒接, 嗓音淡淡, 可我还是听出了被拼命压下的惊喜, 沈钊, 你真的爱过我吗? 她毫不犹豫地答, 当然, 唐离, 我一直都爱你, 我笑了笑, 反问道, 好, 你说你爱我, 可为什么收到那些照片, 不第一时间来问我, 就这么轻易相信了呢? 爱一个人不是这样的, 不会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 就在心里给他判了死刑, 沈钊沉默了, 我继续说, 爱我却背叛我, 爱我却不信任我, 这种短暂又不真诚的爱, 我宁愿不要, 那头安静的只剩呼吸声了, 我没有留恋,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或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系了, 三个月后, 新电影举办了杀青宴, 我坐在席间, 小助理在旁边百无聊赖地刷手机, 墨地, 我听见一声低呼, 手肘被轻轻戳了戳, 理解, 沈总开车撞人了, 听说叶清旭手里有他违法的证据, 逼他交出所有股份退位, 结果沈总一不做二不休, 我静静听着, 抿了一口红酒, 叶清旭当场死亡, 血流了一地, 看照片就很吓人, 小助理察言观色般, 问我有没有什么感受, 我扯了扯嘴角, 如实说, 没有, 我们早就结束了, 在我说分开的那一刻, 席间, 红酒喝多了, 有点头晕, 我起身出去吹风, 姜亭追了出来, 脸好红, 哪里不舒服, 慢, 我微微扬起脸, 朝他笑, 可以带我去兜风吗? 姜亭愣了几秒, 猛地拉过我的手腕, 将我压在车后排, 炙热的气息溅在我耳根, 咔哒一声, 安全带寄紧, 我捏了捏耳朵, 莫名有点烫, 姜亭开车很冷, 我坐在后排, 车窗半开, 夏日沉闷的晚风, 吹散了好多的不愉快, 几次不经意抬眸, 姜亭的目光, 在后视镜中与我相碰, 男人手臂上的梨花纹身依旧抢眼, 我下意识别过视线, 却听他轻声说, 五年了, 我们合作了两部电影, 我早就出戏了, 小梨窝, 我闭上眼睛, 听车内悬挂的项链叮当作响, 一声击沙, 清新干净的梨香靠近, 可以睁开眼看看我吗? 我的女主角,